好 伏國兵役的藝男 大概都知道了 以前的軍官 有職務的軍官 大概才能配槍 才有手槍 一般的士兵是步槍 現在說歷史上第一次 一專長納入一年義務藝男的建制武器 一年齊的義務藝 他也可能會有手槍 看他的專長做什麼 這叫做國造75K3手槍 800公克不到一公斤 然後可以射50公尺 手槍通常不會射很遠遠的話就是長槍 另外以前四個月的時候是沒發 現在一年就可能會發 另外最後就要舉行漢光40號演習 是夜間訓練是今年重點 不分昼夜 所以今年也取消假想敵 以前陸戰隊什麼都出來做攻擊手 現在也陸戰隊歸見 也不需要做攻擊手 今天到底怎麼演到現在也搞不清楚 明天參謀總統到立法院去報告 那智庫這是黃黃雄 擔任董事 智庫叫做民間智庫 叫做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和平安全中心 今天發布2024國防評估報告 黃黃雄他做過立委跟監委 他說現在外國介入我們的國防決策太多了 外國就是美國 現在是組織增胖 員額增加 預算增多 恢復一年期兵役 外國影響很大 蔡英文第二任任期裡面 外國因素介入我國國防決策 管道最多元 升量最大的時段 這個可能都變成賴前德的負擔 以後你還聽外國人還是不聽 習近平的國師認為 世界大戰恐怕爆發 美國就想把中國毀了 不惜在亞太地區引發世界大戰 亞太都毀了 只要把中國毀了就好了 我美國還是世界獨大 美國國務卿說台灣半導體 如果供應中斷 全球大蕭條 所以台灣很重要 習近平說11年之內 要建成科技強國 只有11年時間 離建成科技強國只有11年 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整個國家要發展高科技 在若干重要領域 要做戰略部署 要有新的一批重大科技項目 比如以前衛星 航太 艦是它的重點 核彈可能它是重點 將來我相信半導體 AI是它的重點 大陸外交部又在講說 不要你們不要妄想在台灣問題上 越界彩線而不用付代價 你們又要越界彩線就要付出代價 不要想要越界彩線 又不願意付出代價 不肯付出代價 我們看一下 不久前陸軍腰洞九旅 在中浮海灘持手槍實彈射擊 手力拿的正是國造T75K3 有效射程50公尺 空槍重量僅800多克 當時拿的是志願役 現在義務役也有機會 以往一般義務役只會拿長槍 但現在回復一年期 也會依職務配發手槍 以往一年期以上義務役 除了軍官 特種單位 憲兵 戰車兵 狙擊手等等有機會配到手槍 在限制空間 項戰或的情況危機下 手槍是較快速選擇 而除了提高單兵個人武器外 還得面臨滿滿空防壓力 解放軍東部戰區PO圖 稱在複雜氣候條件下進行飛行訓練 要錘練全天候作戰能力 國防部最新統計 共機來了23架 19架四過中線 航機吃一圖來看 幾乎把台灣圍起來 剩下東南方較有空隙 共軍戰機直升機無人機越逼越近 國軍嚴命監控 對岸一舉一動 最近顯然共機共艦越來越多 都很多 十幾 二十幾 三十幾架 越靠越近 而且都越中線 以前是少數越中線 現在是幾乎都來越中線 尾翰 現在目前國軍跟以往完全不一樣 常常大家講說人身70才開始 漢光四十不一樣 今年的漢光四十會非常不一樣 我很快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 我們現在國軍 阿兵哥二兵 他服役一年就要配手槍 以往如果你是陸軍的話 你根本一般的阿兵哥 是不可能碰到手槍 你只會拿步槍去練習打把 手槍只有軍官以上才有 現在是要配給你 為什麼 他認為為什麼有長槍不能有手槍 你要練習手槍 手槍的射擊 他的後座力跟他的準度 手槍更不好打 更難以打得準 你要練習 這個是我們連前二零五兵工廠 所研發出的T-5 K-3 所以他剛剛主持人有跟大家報告 是一個800公克 非常輕 後座力也小 15發的子彈 但是射程只有50公尺而已 所以你很接近才會使用 所以就是身上配了一個 就是近距離武器就對了 每一個人都會有 以後都會有 現在從陸軍 以後連空軍 憲兵都會有 其二 他的性能是不是多好 因為警察不是用這個槍 當然他的性能可能沒有我們國安特勤單位 用的克拉克手槍好 可是就讓你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設備 這是其一 其二 今年的漢光40 我說我有什麼不一樣 我簡單跟大家講 以往的漢光演習每一年每一年 他就是第一個要暗表操課 第二個他害怕擾民 第三個他要按照劇本去演出 然後演完以後收工 我並不是對過往的漢光演習 有這個所謂的批評說這是幹嘛 而是說我必須要在影響民眾 最小程度之下 完成一個演練 假設我們今天清泉鋼機場 被共軍侵入了 就會有個紅軍 帶著紅的鋼龜 紅的機子 他直接降到清泉鋼了 我們現在反滲透 我們今天反登陸 然後最後紅旗倒下 我們國軍贏了 哪一次國軍沒有贏 所以這是過往的漢光演習 但今年有什麼不同 我現在快跟大家報告 跟你我都相關 全台灣各地的 我們中華民國2300萬的觀眾朋友 你都可能會遇到 當漢光演習今年開始以後 第一個 他不怕擾民 如果狀況是晚上的十二點 大陸的軍機過一半了 那我們的軍機會起飛 我們的飛彈部隊會拉到海邊 我們的坦克部隊 我們的輕裝備 我們要立刻接到指令以後 他要出動 所以包含在淡水諸位這邊 可能孟凱選區 就有很多人聽到半夜十二點 怎麼一大堆的坦克車跟中央車出來 因為命令到狀況出現以後 他現在來供諸位的海灘了 因為你看上次那個快艇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出動 第二個 沒有劇本 一定要把誰退回去 一定要打贏 沒有 我今天指令告訴你 那邊已經出現了 結果你半個小時到不了以後 我就會假設他已經進到關渡平原 所以沒有劇本 只有狀況跟科目 第三個 沒有暗表操課 演完以後收工 他沒有演了 因為如果你今天收到一個指令 淡水同時有人出現 然後我們西部海岸還被灰彈攻擊 連東部那邊都有這個 這個航空母線跟飛機來的時候 你要同時運作 所以將會出現很多的狀況就是 所有的90%的部隊 都會離開他的營區 可能你家旁邊的宮廟的廟城 就一個部隊一個連在那邊駐守 然後可能會有坦克車拋錨在路上 或撞到電線桿 甚至名車的插撞 為什麼 因為真正戰爭發生的時候 這些部隊就是這樣移動 今年的漢光就是這樣做 所以今年的漢光會跟以往完全不一樣 就按照實際狀況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錄影 突然現在忽然空襲了 我們要該怎麼做 部隊就會出動 你會看到部隊在大街小張出現 因為真正戰爭的時候就是那個狀況 突然我們攝影棚裡面出來出現幾個軍人 說躲避追擊這樣 所以大家會希望看到 戰場發生在台灣嗎 我覺得這還是強調這個觀念 我先講我自己 20年前這個服役的時候 是當憲兵訓 憲兵訓那個時候我就有打到手槍把 就是當新訓的時候還只是步槍 但是到了憲兵訓的時候 是還有手槍把 但是我印象中那四個月的受訓 也不過就是打了10發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還是要再去做了解跟查證 為什麼我這樣講 是因為那個時候是打靶 沒有 即便是憲兵 也沒有每個人配一個手槍 那是你有打靶的時候 今天班長帶我們是說 今天是上午打靶受訓的時候 我們才去打靶 然後就打靶的時候才摸到槍 但是打靶完畢之後 一樣是歸還 對 如果說現在講是說 每一個一年的義務役都要配手槍 我覺得這就 我們有沒有準備好 他現在好像說不是要按照你的專長 我不懂專長是什麼意思 所以說這個真的要國防部 好好再去跟國人做個說明 因為對我們來說 現在的義務役到底準備好沒有 從兩年前四個月變一年 到現在突然間說 每一個一年的義務役 依專長再配手槍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進程 是真的往前跨滿大一步 再來賴清德總統的兩岸關係 在這上任一個月又五天之後 好像突然間沒有萌芽又開始附中了 越來越緊縮的狀況 不管是中國大陸 對於台灣越來越緊縮 或者是賴清德總統 也講得越來越硬 那我們要問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感覺賴清德總統也急了 怎麼這麼講 剛剛上一段節目也提到 是說賴清德總統突然講是 如果說這樣的話 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不要忘記 您現在是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你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總統 而且中華民國憲法到目前為止 也都是規範 並沒有存在台獨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本來感覺像是 這是側翼的講法 突然變成是 民進黨政府的官方主調 我覺得是不是在這中間過程當中 過去八年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即便我們政治立場有所不同 但是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至少沒有對岸 還沒有那麼大動作的一個懲戒台獨 但是現在不過一個月又五天的情況 突然間有那麼大動作 是不是有什麼事國人沒有掌握到 以及對照現在不管是這個軍演 不管是軍機等相關的議題 我覺得中華民國政府 民進黨政府應該負責任的 要讓國人說明清楚 現在我們面臨到什麼樣的狀況 主要因為賴清德過去一個月 講了三次兩國互不隸屬 老公覺得就是兩國論 每天在那邊講兩國的 一個月他講了三次 你也要講多少次 來 敬凱 怎麼說要用到手槍 是要進入巷戰嗎 敵人只剩50公尺 你若是遠距離 當然是飛機過或者是大砲打對不對 用長槍 怎麼開始有 這個叫義務役為什麼要用短槍 你若台灣真的進入到巷戰 那時候已經是焦土了 結果剛剛小凱講的 這戰場已經是在台灣 所以台灣是怎麼要變成烏克蘭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至於剛剛提到的 漢光演習進入40年 我前一組還特別問 那個快艇那時候進入淡水河的時候 專家跟我講每一年的漢光演習 都要演練這個 結果你看人家快艇開進了這個淡水河 如入無人之地 這個漢光演習到底有沒有實際的這個績效 我就要好好再去觀察一下 另外剛才我提到大陸 中國大陸 中共在嚴懲台獨分析這個 我看法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中共長久以來 都是民進黨最佳助選員 都最佳助選員 你看2020年那次 蔡英文那個險情多嚴重 發生一個香港的反送中對不對 整個險情就翻轉了 趙大哥你還記不記得 上次我們在講 中國大陸設一個衛星 他給你嗶嗶幾下 民調就改變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不管是賴清德跟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到街頭去開獎 他們講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沈柏洋他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國會改革這個案子過了之後 立法院如果通過一個案子 從北京要拉一條高鐵到台灣來 實造了這個錢 只要立法院國會改革 過了 立法院通過了 行政院就要照做 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精神跟腦袋有問題的狀況之下 就是你不知道一般的人 不會相信這個事情對不對 可是民進黨就可以用完全抹黑的方式 完全這樣一直在抹黑 扭曲那個國會改革 然後丟這個中共這個牌 這樣再搞下去 我剛剛就一直在強調 中共會不會變成是 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 你像剛剛大佬講的 這段時間 這個民進黨政府 或者賴清德做得非常的不好對不對 民眾很多是反感的 可是你看他每次打中國牌 某紅就有效 這才是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 這其實我知道 看了這個很悲哀 老沈剛剛說 看賴清德做得不快樂 其實平安心講 看賴清德把國家搞成這樣 我們心裡真的很不快樂 也快樂不起來 40%的選票 也不過就是拿40%沒有過半 就讓他這樣胡作非為 然後把全部台灣人當傻瓜 這是愚民政策 可是他某有效 麻煩 台灣就有這麼多愚民 他就用愚民政策 就是說國會改革 跟北京有什麼關係 我不懂我怎麼想都想不懂 他居然也能夠連在一起 而且講得還陣陣有職 那麼什麼都跟北京有關 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居然還有人會相信 還在那邊傳播 這台灣到底怎麼回事 就下來再回來 好 那麼傳出說有一個 國內有一個政論節目 大陸的媒體記者在棚裡面盯騷 而且說他會提醒 這些角度 而且有沒有按照劇本走 還有劇本 今天大家就在那邊討論 到底是什麼 有傳 我也聽到一些 有沒有真的假的 哪個台的什麼節目 週末什麼節目 到底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電視台就澄清了說 毫無根據 純屬杜撰 沒有這事情 哪個電視台也澄清 我不講啦 唯漢講 那官媒內容 說因為大陸的官媒 不合台灣觀眾胃口 所以只好透過台媒點菜 國安局說我們都有掌握 有掌握 民進黨就說NCC 你看被藍白架空 本來今天應該查處 現在NCC就沒有功能了 另外陳玉珍去看民進黨的直播 民進黨要把他趕走 然後還尖叫來反制他 陳玉珍說很奇怪 直播可以看 你們在直播 這現場我不能看 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是在立法院走廊 也不屬於你們民進黨的 台灣在搞文化大革命嗎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沒有想到台灣的政論節目 在製播的時候 有新華社中共派人來叮燒 民進黨團開記者會 也有陳玉珍立委在旁邊叮燒 你待了很久了 好那謝謝你 好不要亂入 不要亂入 好不要亂入 好謝謝 所以說呢 你這個記者會不是公開的嗎 他竟然下一句說 他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陳玉珍在旁邊叮燒 這個我們國家是要回到 我小時候匪諜都在你身邊那個日子嗎 每個人都惶惶不可終日 大家是要走文化大革命嗎 所以我覺得 吳思耀維麻煩你應該給我道歉 吳思耀維麻煩你到底哪個台 這個因為我完全沒有發現 有這樣的狀況 或是說講說 有被新華社的記者置入 然後還在節目的現場 至少我從來沒有錄過像這樣的節目 我所有節目都沒有這個狀況 傳出 因為大家夜間傳來傳去的 就傳到有一家電視台說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我的瞭解 因為我認識很多電視台 電視台講說不會沒有 他們也否認 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電視台被點名 就是因為沒有實證 可是今天民進黨 他是看了這個報導之後 現在講說 所以第一個 新華社不能駐台駐點 把它撤回 兩岸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事情 現在就不知道 先看有沒有這個事情比較重要 我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根本沒有看過這樣的狀況 以這個報導內容來講 現在目前也沒有任何人對話入座 是傳說有這樣的電視台 有這樣的節目 但我從來沒錄過 我在跟大家報告 有一說一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情形 也沒有看到哪一個人正式出來否認 只是業界大家傳來傳去 就說好像是不是有誰 可是被傳的那個節目 因為我就講說 有一個節目被談說是不是 一個假日的節目 這節目導演講說 我們也沒有這個狀況 進得去考驗 所以就沒有人被點名 這是其一 其二我講一下 陳玉珍委員那個狀況 因為我後來看了一下說 怎麼會吵起來 導播剛剛放的畫面 這個是在民進黨的 立院黨團的記者會現場 我以前在立法院連線接 那邊當連線記者 就在那附近 旁邊還有國民黨的 立院黨團 那通常我也就是跟大家報告 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 或其他民眾黨黨團在外面 還在對面 青島東路大門的對面 另外那個辦公室 不會有其他政黨的委員到現場 不管是在記者席 或在旁邊旁聽都不會有 除非是我今天開個記者會 某某某立委 好 可能坐監犯科 我要指控他 他說到以後來踢館 你敢這樣講我就告你 這種狀況之下 那今天講的是一個 就是大陸是不是有掀控我們的媒體的記者會 那講的內容可能不一定 對是沒有錯 可是陳昱特委員他就是在現場看 因為他現在是講說他路過 那我也問了現場的 沈柏洋還有吳思耀委員 你們在氣什麼 他說因為他在聽很久 所以沈柏洋是沒講什麼 人家在那邊看不清楚 沒有 凱哥你現在講這個 我就跟大家報告 國民黨在開記者會 民眾開記者會的時候 應該也不會有其他的立委 不會 不會 是確實的不會 觀眾朋友如果聽說 我為什麼不能去 就不會有人這樣做 所以今天吳少爺委員 他講一句話 我跟大家報告 他講說你來這邊丁紹以後 陳昱真覺得人格被侮辱 我只是在聽 我沒發現你為什麼講好丁紹 所以他踏進去以後 跟他吵起來吵了20分鐘 所以吳少爺委員講這話 陳昱真委員不能忍 但是我也必須負責跟大家講 因為最近我也常被出征 講什麼話 我就憑我自己良心講究 我採訪立法院的記者會 不會有其他委員跑去現場 聽別人開記者會 這是事實好不好 來 張委員 其實這不是直播 我要說一次 這不是直播 這是很正式的一個記者會 在立法院從來沒有說 人家在開記者會 你在人家那邊門口 這樣聽了十幾分鐘 所以才有了你是不是來丁騷 結果陳昱真委員就受不了了 就進去了 其實我個人認為 言論自由要互相尊重 如果你認為 民進黨開的記者會不對 你在國民黨黨團開一個 反駁的記者會 我覺得這都是民主的常態 這都是應該的 但不能親盟打 去到人家的記者會會場 去給人家搗亂什麼的 而且我說真的 陳昱真委員這個行為 本來這個記者會 可能不一定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結果他今天這樣 我跟你講 大家都知道有這件事情了 他這個反而是反效果 第一個沒有尊重 第二個是反效果 我覺得在民主的社會裡面 大家要互相尊重 你說這個到底有沒有這個 民進黨開的記者會 也是以媒體的報導 然後去開一個記者會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受公平 但這個陳昱真委 我認為他的反應真的是過大了 所以造成今天全台灣的人 都知道有這件事情了 來 試看 現在還有大陸來這邊 置入我們的政論節目 老實講我是畫一個 非常大的問號 我們的老朋友 連那個愛奇藝 愛奇藝就是影片 影集 對不對 連到台灣落地 都要被起訴 雖然判的嫌很低 可是都要被起訴要判嫌 那以前早期 我知道就可能是在 馬英九的那個時代 兩岸交流比較好的時候 可能有些節目 例如說可能 可是他談的一定是比較軟性的 例如說可能是觀光 文化 經濟這方面 他連政治也不敢碰 因為中國大陸也不希望 他們來碰政治的這個議題 怎麼 所以我是覺得 第一個來這邊開節目 機率就已經很低了 而且他講到爭論節目 這又更低了 然後又講新華社就更怪了 新華社長久如果說來台灣 他們就是有註點 就是說每個電視台 或者每個比較大的媒體 他們有來這邊註點 可是基本上 他們來的記者 基本上來這邊都很乖 因為你稍微 包括你的申請 有兩個很 我碰到幾個例子 他們那時候來投訴 第一個可能是時間稍微 不只是你的時間不能超過 你連去參加哪個活動 你沒有被爆備 有時候你就被趕出去了 中國大陸的記者來這邊註點 是受到非常非常嚴格的規定 你怎麼可能去開了一個爭論節目 所以我比較相信 就是說今天包括張宇先生來講 你說你說這個大外行 怎麼可能 第一個開節目已經是不大可能 第二個怎麼有可能 有一個大陸的記者在那邊叮燒 這個叮燒 如果這記者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明天大概就被趕出去了 孫天明也講 他裡面還不是只有叮燒 他講到什麼 講到說還有這個劇本 叫他跟著練 台灣的名嘴處處性都很高的 誰敢叫台灣的名嘴說 你跟著我大陸大陸的名嘴去 名嘴去那個 在台灣被他騎去 拜託咧 怎麼可能 是不是要再回來 那麼時 flight 就要打造成 意思 intertwined Silence 拜託 散 可以